在中座大楼坦诚地分享以前从没有透露过的经验 柔如圣奥西定的忏悔录 我提到在培育过程中 缅怀过去的事情 回忆与朋友 同学相处的时光 在圣召的路上犹豫不决 我的朋友 尤其是我高中的同学 不是选择这一条路 我在此诱惠的学校念书 班中三十个同学都成为专业人士 在社会上举足轻重 他们都支持我 他们对我说 假如你要当神父 要像阿梅里奥神父 他是我们高中的历史与哲学和宗教科的老师 他是我的模范 一直支持着我 我保存宗教科的笔记 就说明 这位神父 这位教授对我的影响不少 我的朋友都要我以他做方表 之后 尤其是在1968年 至1970年期间 我遇上困难 当时我在罗马词佑会大学任教 也是培育准思多的导师 神学班的学生数目很多 教廷词佑会神学系就有140人 他们都受到当时 即1968年的风气影响 高呼口号 批击 甚至可以说受到言论的困扰 当时刚结束反而 反而这个期间 我是一位学生 一位年轻的神父 但我们经历着意见矛盾 人事对立的情况 身为掌上 我必须评估这些要入会的学生 我与学生展开一种很紧密 与持续的对话 于是我们开学生大会 花上几个小时来讨论 整个晚上 甚至到深夜 为此 那段时期 大家的关系很紧张 但也能克服这些张力 随后 身为主教 分别在两个教区 先后当种主教 都是先教中 若望保禄二世任命的 我也遇到互相比较的困难 有时也有棘手的难题 例如 有关地方教会的疑难 我身为传信部的秘书长 也遇到教育上的困难 需要我们的分析 下判断 也有棘手的问题 也有棘手的问题 如有关教义 伦理 己律等 肩负这个任务 这个使命 也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我有一个称兄道弟的团体 指引着 一个富有手足情义的团体 我可以说 大家的关系情如手足 深厚的友情 直到现在 我以前的学生 或在世界各地的主教 我获得真正共荣 手足知情的友谊 充满喜乐 终于教中 在喜乐中 完成身为司徒及主教的职务 借此 也引领许多青年修道 之后 身为主教长 有责任 祝圣神父与主教 现在身为国务卿 更明显要负起 更大的责任 祝圣许多教中的 合作伙伴 甚至许多地方教会的主教 任重道远 教会里不同的牧者 按照他们的使命 天主圣神所赐予的神恩 负起不同的责任 扮演不同的角色 领导天主的子民 一起走向更深化的合一 为教会与整个人类付出 真的是仁慈天主的一个美妙的标记 今天 我与地方教会的主教见面 全球教庭代表 甚至访问梵蒂冈的国家领导 他们都很欣赏与认同教会的工作 教会所做出的见证 例如 培育方面 尤其是教育 提倡人权 促进社会的发展 特别援助弱势的社群 因此 我必须感谢上主赐给我 成为斯多的恩宠 我在此祝愿大家 有一个美好的斯多年 祝愿大家 祝愿רב boo